你以前有玩過無名小戰嗎 在無名小戰上面 有非常多的正妹帥哥 而且以前只要能登上 一天的無名小戰的首顏 封面 我跟你講 你直接 你有登過嗎 一定沒有 拜託 我是常看 吹克 我是常看 那就對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是 因為影音的外景應該 排不上無名的什麼什麼 我跟你講 因為無名的時候太小了 我還不懂得打扮自己 那時候我才國中 屁耶 哪有可能 我國中 國中你有帥的啊 好 我跟你講 你不要這樣講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國中其實是 蠻帥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國中是完全參照 這是你 這是你屁啊 這根本不是你好好啊 是安心吧 左邊 左邊是我啊 其實如果你不看 眼睛鼻子嘴巴 我就是三下自求 所以你形象而已 就是說不要看臉的意思 就是不要看臉 你單看髮型 單看髮型 你就三下自求 等一下 你想說什麼 因為他是很難得 越長越糟的一個男人 對 我就是想跟你說一下 所以以前還沒有那麼噁心 沒有那麼邪氣 現在你看他整個邪氣很 陰氣很重 對啊 什麼時候 感覺他就是好像 在夜晚流連在街頭 好像卡很多這樣 你不能講跟王魂一樣 是為什麼 夜晚流連 但是 但是我跟你講因為其實 國中這樣算帥了 其實帥了 誰啊 誰 他們爸媽啦 爸媽 對啊 親戚朋友 所以爸媽會說 你趕快去五名小站啦 可能會想 首頁是不是 對 他都自己講 但是我覺得五名小站 真的是瓜括了非常多的回憶在裡面 沒錯 就是包含到以前有很多的 出名的人都是從五名小站生起來的 譬如說誰 譬如說今天來到現場的來賓 裡面就有 就很明顯沒有做功課嘛 0.6也是啊 就誠意啊 我想講一些 可是我怕他們下一次會來的 因為我也很期待有幾個 誰 還有張香香啊 還有謝潔玲啊 對啊 對啊 他剛剛講陳毅0.6是真的超紅 超級紅 你是說現在還是很紅嗎 現在一樣很紅 但是他在五名小站時期 那個時期是爆掉的 就他講 就那個時候如果陳毅出來選總統 是沒有問題的 屁人 真的 超紅沒有 真的啦 真的 那個時候是 認真 我們以前每天超五名 他那個精靈兒 我覺得你們就是已經迷失在五名小站的一群 那個時候真的是 還有謝和賢什麼都是 謝和賢也是啊 也是超級紅 選里長絕對沒問題 不要想到總統里長絕對OK 然後還有那個時候淑一提的 五名小站也超紅 可云以前也是五名的那個對不對 那個用者嘛 這個我今天就是來公正的用者 來 這邊來 妳說我 我看妳 我看我要看 我也很想看甜甜 我也有上過那個 妳上過什麼 上過那個五名的封面一陣子 不可能 真的 背道 背道 減肥呢 不可能 因為我那一陣子 就很努力地跟明星合照 妳旁邊那個是黃東輝的老婆嗎 這是我 我 19歲 我跟黃東輝的老婆 不是 因為 對 有一陣子無名小站 所以是妳想全跟黃東輝的老婆嗎 沒有 完全體 妳拿別人的合照來 我們節目呼了 潘韋伯跟我 然後那時候 或者在無名小站可以 就被大家看見 我就會狂放一些跟藝人的合照 那黃東輝有沒有吃醋啊 那個是沒有黃東輝啦 一定會吃醋的啊 對啊 那時候潘韋伯那個 妳自己拿走我的麥克風 那個時候 剛剛那是什麼 這是潘韋伯的首歌叫做 我的麥克風 對 妳剛剛是不是有唱唱念念的 很有唱歌 對 剛剛真的 唱念歌手啦 對 所以這張照片有上首頁 有上首頁 怎麼可能 真的 我跟很多藝人合照都有上首頁 所以妳是靠藝人讓妳上首頁 趁熱度了 那呂維蜂妳是靠什麼 我是靠就是 你又沒有上首頁 開玩笑她以前很帥耶 她以前沒有很帥 那她現在是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指揮中年 因為妳講得很狠 她以前很帥 她以前跟現在真的完全不一樣 現在是不是很油 現在有點油 不好說 她以前在大學生的時候 至少還乾淨 她以前是 但她現在有點 有流氣 對 有流氣 可樂 其實我說實話 我那個時候真的就是靠大學生的時候 滿像無尊的 滿像無尊的 好像我 妳要講哪一個無尊 她不是 她不是 妳說哪一個無尊 哪一個 是 珍珍啊 所以你們那個年代都流行 對 你們那個年代都流行 把頭頂弄很高 一定要有瀏海 身高要假裝很高 那時候要有瀏海 因為流行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 你在節目中的表現是哪一種 羞澀還是怎麼樣 大家會對我的 沒有記憶點 講話的方式是不是 她會覺得好像外表比較好看 有點像花瓶這樣子 可是妳那個時候是單眼皮嗎 沒有 那時候雙眼皮啊 一樣啊 你有沒有做任何醫美 沒有啦沒有 其實長得不太像啊 因為我這個時候只有六十九公斤而已 然後我現在是八十出這樣 可是五瓜也不一樣啊 是嗎 沒有可能 然後我是靠 反正我個人是靠 就是也是大學生了沒 然後也是因為比如說 可能那個時候他們就有分 一樣是網帥 然後那一集好像不知道播什麼內容 然後我還記得我是拍一個大頭貼 是那種頭很大 就Benny幫忙拍的那種 然後突然間那個照片 就有人通知我說 欸妳上首頁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趕快上去看 然後就拼命用截圖 然後發給所有的親朋好友這樣子 所以那個主題是什麼 那個主題就是一樣是網帥 但是後來若干年後 就是因為我會跟粉絲朋友聊天 現在有IG很方便嘛 然後我們比如說 有時候會閒聊這樣 比如說我發個線 然後他回他說 他拜託我支持你真的很久 你知道以前 我在無名小帳當小編的時候 我就不想辦法 把你拉到首頁去 那還不是靠關心 不是 所以是粉絲硬把你拉上去的 是粉絲然後他又很喜歡我 所以他看了兩集 他就覺得說不行 我一定要把可樂 放到首頁上面去這樣子 所以他就硬拉上去 又或者他是被那個離職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活得很好 請問一下你粉絲是多少啊 你還可以跟他們閒聊成這樣 就非常少啊 我剛剛有時候跟粉絲IG私訊聊天 對 沒有沒有就是有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是很久的粉絲 從初到現在 鐵粉啦 鐵粉 有十個嗎 有啦有啦 超過超過這樣 我看起來很可憐是 為什麼要這樣問我 你看起來很可憐啊 對 反正就大概是這個邏輯 所以我是靠大學生的每一家 好 齊鈺應該就是 網美吧 這麗圈好可愛喔 真的很美 這麗圈集啊 沒有不行吧 他那照片的光 不對啊 等一下那你在換那個什麼鏡 這有美的嗎 不是 其實我要非常謝謝這個節目 因為每次來我都發現 只有我一個男生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這樣 他也是男生啊 他說不算主持人的話 他說來賓上面 所以我今天來的時候 也是抱著一個非常歡樂跟享受 還有莫名興奮的心情 我知道 因為你的情緒是藏不住的 你只要一嗨你就會 對 沒有 要拍手 等一下大家可以判斷 就是我拍手的頻率 就知道這個女生漂亮不漂亮 你以為你是誰啊 對 他以你為主咧 對啊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沒有眼睛喔 但齊鈺你有上過嗎 有上過很多次 很多次 我跟你講這個上到不久了 因為以前我覺得 在無名很流行 那種青春系的 你那時候臉好膨喔 膠原蛋白啊 可是大家都說我現在臉更膨 我覺得以前比較膨吧 對不對 以前超膨的 對 就是那個時候 你那樣照片好像玉芳喔 真的嗎 這樣比較好嗎 好看喔 漂亮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要恭喜我還要怎麼樣 真的嗎 謝謝 沒有想要恭喜 還可以 所以等一下 其餘這些也是你平常的 作品照片嗎 好青春喔 那時候 這是你 對 我想問一下這種 這好不像 不像耶 這樣才是很可愛的吧 而且你趴在那邊幹嘛 真的 這一張不得了 好可愛 詐騙 齊鈺 你是不是很龍鼻 我沒有龍鼻 這跟鼻子比較挺吧 就是比較挺才能 真的 我真的沒有龍鼻 你小時候好可愛 我現在有一種 那是很 壞女人的感覺 你說我現在變壞女人對不對 對 我也不知道 你看你以前還會吃冰 有完 她現在是怎樣 是專門吃骨頭是不是 哪有 她現在吃檳榔 對啊 對啊 都變了 反正以前上手葉就是什麼 馬尾系美女 然後什麼 對 馬尾系分種類的 然後就熱度會一直一直 那個 而且我們以前 你知道有PTT 就是會專門找美女 表特版 表特版 那你今天坐捷運 然後他就會說 我會問對面這個美女 不知道是誰 就會有人肉鬆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好像在 哪裡電影院 然後就有人幫我拍照說 好想知道這個美女是誰 然後也上PTT 然後就把我的無名 整個熱度又收到前面 第一名第二名之類 所以你在無名年代 就是你的人生最輝煌的 巔峰 對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就會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 剛開始戴牙套 那我就有點自卑 結果後來無名開始爆紅 結果想說 哇 還有人讚賞我的美貌 其實就有點開心 那無名結束之後 你的人生有沒有暗淡很多 那你那麼走下坡啊 沒有啦 就是當記者了啦 不知道為什麼啊 到底是 蠻厲害的 為什麼來這裡的每個人都要 踐踏自己 不是 因為他當過主播之後 就社會化啊 就沒有以前那種 小少女的眼神 沒辦法 社會大學的歷練 多多少少 你至少找到自己啦 你現在就是知性 獨立女性啊 先把那個瀏海留回來 先不要 先不要 這樣就是你最好的狀態 不要開這種玩笑 好 你什麼年紀就要有什麼樣子 對啊 對 沒錯 所以前面Mavis是 Mavis 我比較不一樣耶 你是Mavis還是Mavis 我不是從那個 我不是走清純路線 等一下那你是Mavis還是Mavis 我是Mavis 你看Mavis Mavis Mavis 因為非常好笑是Mavis 我真的耶 我是無常配喔 因為我 因為剛剛B2我一直說Mavis Mavis 我說是Mavis Mavis 你們這些不懂音 Mavis通常是我阿公阿嬤叫的 這樣喔 他們都叫Mavis Mavis 對 我比較不一樣 我是走比較 會嚇到喔 那以前是 你是有登過無名的首頁對不對 因為以前都沒有濾鏡 所以以前我們都是靠眼妝 然後就是妝比較濃 比較視覺系 對 所以你看我以前長這樣 哇 你以前哪會嚇到啊 會嚇到嗎 剛剛我現在差很多耶 我好像看過他的首頁 我曾經因為無名 然後被嚴重霸凌 然後受到那個死亡威脅 因為這張照片嗎 就是因為這張照片 然後因為那時候其實 在無名盛行的時候 我去參加我愛黑色會 我是前三級的元老 現在被稱之為黑色會阿姨啦 對 然後都要這樣損自己 沒事 不要不要不要 OK 然後那時候去參加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會把一些黑色會的照片 放上去無名上面 上部就整個流量大爆 因為那時候黑色會是前三級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整個流量爆掉之後 那時候我從宿舍 我記得永遠記得 我那時候回大學的時候 然後從宿舍樓上下來 我們學校有一條長廊 然後右邊有很多那種 就是各個系的那個海報 是 那是我的新聞系 然後有我的照片 然後我的照片 就被圈起來 然後潑紅漆 然後上面就寫說 自以為上過節目有什麼了不起 那個來自台北的臭爪女這樣子 有押韻耶 臭爪女 這海報很髒耶 那字寫好多的耶 很棒耶 可是我覺得臭爪女 還沒有到狠狠吧 對啊 可是那個時候 對啊 那潑漆這樣子 可是你在學校是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會這樣子 沒有 因為就是 我覺得大概就是吃醋 因為他畢竟上過節目 其他人就 然後又漂亮 可是因為我被潑漆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還沒有習慣 他們還要那麼用心去買漆來潑 其實也滿困難的 喜歡你 菱姊為什麼要讚上對方 你讚上對方 他很努力在修無名 不是 我覺得這個不算罷了 對啦 我覺得嫉妒啦 看一下一位 朱青 豬 魚朱青 我其實沒有上過無名 可是那時候 請問你是藝人嗎 我是營養師 然後因為我念輔大 所以輔大 所以輔大有非常多 無名的美女 輔大出美女 對 而且很多不上無名的都超美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的那個室友 他就長得像廣莫良子 怎麼可能 真的 他是外語系的 因為我們營養系 在民生學院 就在外語系隔壁 然後就是外語系的學生 都超多像明星的 真的 然後我的室友 有蔡依林對不對 有 我那時候跟蔡依林 其實同期 我在學校很常看到她 她那時候拍我漂亮 她那時候很可愛 就是很鄰家女孩的樣子 她講不出漂亮 她講不出漂亮 對 她講不出漂亮 她真的很可愛 她真的很可愛 你們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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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時候她剛好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在校園 她還滿常出現 因為我記得她是 英語系外語系 對 英語外系 所以在學校很常看到她 然後那時候在學校 還有非常多藝人 就是在學校都可以看得到 包括像那個陳怡蓉 也剛好在隔壁系的 好漂亮 然後還有那個依萱 我跟她也一起上過通識課 還有以前演那個花系列的 那個王耀慶 耀慶哥 所以我們也是同學 所以很多帥哥美女的 對 很多 而且 所以那個照片不會是 妳自己的大頭照吧 是我的大頭照 是妳的大頭照 是不是想知道 營養師的照片會拿出什麼 所以說 因為那時候沒有上無眠 因為我們那時候比較低調 念營養系的學生 其實比較害羞 比較內向 可是因為 這還是很想展現自己的 好 我們 所以我們去拍了一個 很沙龍的大頭照 我的天啊 是 是沙龍照 是沙龍照 是沙龍本人 她為什麼不對焦 對 好沙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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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一點透露出一些 就是 我跟你講那個年代的沙龍照 一定要有 向日葵 對 一定要有花 向日葵 而且她一定要叫妳擺一個 這樣子的姿勢 對 因為那個企劃太晚跟我講 我 南部其實有一本 那個整本的寫真集 不用帶了 沒問題 謝謝企劃 謝謝企劃 沒有講喔 謝謝妳 而且她還要跟你講 是叫妳一定要選 加樓加多多少錢 對 要加錢 真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拍畢業照 就是流行去拍這種 對 就是有很多動作的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一套有巴掌 我覺得S姐一定有拍過這個 我想說有拍過 就也是拿黃字的向日葵 是不是 菁姐應該也上過 無名小站那種首頁正妹 沒有 她沒有在玩那個 怎麼可能 我們最近是大明星了 那時候不出名 我已經出到 對 她那時候早就站點年輕了 好不好 真的還有什麼用來 好鬧不行拜託 是的 各位觀眾朋友們 現在眾所期待的 在我們的左手邊 是無名小站的正妹 而且他們的歷練 是超過十到十五年 經過十到十五年的歷練之後 他們還是一樣美嗎 我不確定 可是至少你現在放眼望過去 每個人身材還是很非常的秀 每一個都是你當初看到會關注的照片 你還記得誰嗎 第一個就超級紅的了 我們先看綠色的好了 因為他這個連我都看過了 你有印象嗎 有印象 你離無名小站的正妹多久了 好像十三年 十三年 有這麼久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三十一歲 沒有結婚生子吧 剛結婚 為什麼 為什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問題 這是 這麼想不開 是父母催婚嗎 還是說是遇到真愛 遇到真愛 所以他做了什麼事 讓你覺得說一定要嫁給他 就是 好像找不太知道他的缺點 什麼 他不會有在現場吧 沒有 沒有 你是不是才剛結婚 剛結婚才剛結婚 他剛就抓心了 對 這不到一點對不對 對 我們不要有負面的情緒 在這邊 海音冷靜 海音冷靜的節目 對啊 讓我來 讓我來 還是覺得 好 來 請問一下那個 妳老公是做什麼的 算是 創業 創業家 這很危險 這很危險 就是現在還沒有工作 待業中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所以你們兩個現在 生活是靠誰 支撐 在支撐 吐香 但老公比較幫忙 完了 老公比較照顧我吧 那老公有覺得 一定要趕快生小孩 說先過兩人的世界 他 想要先過兩人世界 可是我比較想要趕快生 那妳覺得 妳現在跟照片有落差嗎 不知道 要看大家 可是有沒有人現在 還認得出說 她是當時那個 舞迷小站的那個 首頁的女生 有 就因為我以前不叫 我現在的名字 就我只要講 可能以前的 暱稱 大家就會有 立刻 妳以前的暱稱叫什麼 我以前叫 BeeBee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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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 妳這絕對是不認識 妳們兩個 超虛聞 妳們兩個很危險嗎 對 超虛偽 妳確定不是BeeBee嗎 太爛了 太爛 太牽強了 妳們認識BeeBee 妳怎麼會這樣 妳不認識BeeBee 妳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我沒有 妳不是說 妳說 BeeBee 太牽強了 妳說她上課的時候 還有天線嗎 以前是買油 還會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BeeBee 我不認識了 我們要請BeeBee 準備好 妳可以等一下拿下來的時候 比一樣的姿勢 3 2 1 請拿 歡迎 還是很可愛 還是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因為她後來還是持續在做 演藝的工作 所以她之前還是有上很多節目 然後也有拍戲 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在大檔 然後後來有去 門 就是去康熙玩了幾次 以前我對妳好不好 還不錯 沒有講一些羞辱性的話吧 沒有 以前她就是稱讚妳 還是她根本沒有跟你講過話 好像沒有什麼講過話 妳 但是就是沒有 沒有太多覺得 攻擊妳的 這個是妳以前在 無名的 這系列就有印象 這張好像有印象 這種瀏海很經典 超可愛 以前都這種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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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瀏海 厚瀏海 這種最Q了以前 好久以前 以前那個女生 13 以前還流行這種帽子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好像剛剛問了一下 我好像是唯一一個有 費份五名小站的人 我們都沒有 就是其實可以整個拷貝下來 到另一個網站 因為她要關贊之前的通知大家 所以趕快去備份 然後我特別衝去網咖 備份 我大概有 上萬張照片 全部現在都還有 上五萬張 上萬張 因為我記得我們 我那時候是高中 然後那時候其實已經 家裡的人已經不會去洗照片 就開始是智慧型手機 畫質很差的自拍 然後我就覺得還好 那時候都有把它留下來 留下來 就現在其實你登錄都 全部都還在 就是現在你們想要去找 你們以前五名的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因為沒有到的 也沒什麼好找 因為也沒什麼好看 對啊 我那時候都不備份 那時候超捨不得的 超捨不得的 那時候你這麼紅 大家備份 大家都很紅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 可能如果大家懶 因為我還真的特別 跑去網咖備份 所以你上過首頁幾次 不太記得 你一直都在上面吧 只是前前後後 但是就是你上首頁的時候 你通常會知道 因為以前那個時候 就是沒有隨即可以上網 所以回家你第一件事 你就是開 然後看你當日的人氣 如果特別高 你就知道你八九不理是上首頁 好像是不是 它會有個皇冠是不是 就是有個標示 就是如果你上首頁的 我有點忘記 皇冠好像是買會員 我真的有瘋到買會員 你看你又買會員 你又買會員 你又買會員 然後那叫小兵 你到底衝綁 你到底是 然後又要買讚 對啊 你就不能好好做人嗎 真實的人生 我在這裡 陳志祐跟小姐不信的觀眾道歉 不好意思 你又哪一次來是沒有道歉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做到這裡就很想道歉 有了 我們看到了 誰啊 王子 王子 我是王子嗎 對啊 我是啊 你好 跑了這兩三個點的時候 就發覺 是延遲單張又有工作能力 實在是太好了 那我們來看第二位 第二位這種也是以前會很喜歡的 這種 自己是日系的 超日的 然後很有個性 這個好像謝欣穎 所以他就是跟謝欣穎壯 我覺得是同個類型 同類型 對 你以前在無名的這個稱號 跟現在有差嗎 有 你以前的無名的名字叫什麼 小畢 小畢啊 小畢 小畢我知道 你又知道了 你又知道了 我以前天天 就是小畢啊 小畢超紅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BB你也知道小畢也知道 沒有BB我不知道 但是小畢有 小畢的故事你們沒看過 小畢的故事 你又沒接 對 怎麼會 主持小先采 真的是很會接 對 感覺她的樣子 腿啊 都維持跟以前差不多 對 跟以前差不多 什麼意思 請問她照片有腿嗎 不是 不是 她的意思 不是 她的意思 你看她的腿 是因為很細嘛 是很白眼細啊 身體 對 你看照片就知道 你可以跟她 放在一起 就是合你的 你為什麼會 她為什麼微信你那麼差啊 對啊 是不是 還可以站在你旁邊 我真不知道會 全部是套換系的 氣屁喔 是 好 所以小畢妳覺得 妳跟照片的落差程度有多少 超大 是哪裡變了 帶一些眼鏡跟妝容 每個人都會變啊 對啊 對 但是我以前有點嬰兒肥 然後我戴過兩次牙套 所以妳覺得 妳現在臉比較尖是不是 尖太多了 我這邊凹下去了 那我們要請妳拿下來囉 小畢 好 3 2 1 請拿 她是多啦 對 她的妝感不一樣 只是如果以前假裝有吸毒 現在是真的有吸毒 為什麼大家都會誤會我 為什麼在那裡 妳是怎麼分析啊 好屌 為什麼我全會分到說服了 因為我眼前很近 真的是帶眼前很近 大家都會誤會我有就是 鼻子不對勁 妳鼻子不對勁 有啦 我0.1眼頭啦 眼頭就這樣 妳割一點眼頭是不是 割一點眼頭 然後這邊有打一點東西吧 沒有 現在沒有打 以前小時候有打 小畢這是妳以前的照片喔 對 13歲 13歲就算無名了嗎 妳這個 可愛 玻璃 玻璃 妳現在可以再做出一樣 這個表情嗎 回不去了 先不要 是要抿著 先不要 另外一種性感 對 也是好看 這個就是 其實她現在很有個性 對 妳現在還是個性美 看妳 就連那個什麼 日本鬼屁那個女生這種名 Nana 不是 富江 對 很像 不是 富江那不叫有個性 那就是鬼 富江不是鬼 富江不是鬼是嗎 富江不是鬼 她像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對 很像富江 謝謝 無名首頁不斷上 有對妳的人生造成什麼好處嗎 對我來說我覺得 只有被那個情書的時候 塞情書的時候灌到肚子 就說 灌肚子 灌肚子是什麼 就是塞情書啊 人家不是會塞很多情書 然後 就會太急了 就灌到我肚子 然後後來有跟她在一起嗎 沒有 當然沒有 情書那時候三大代 哇塞 帥 不經歷的炫耀 人家這個就是靠實力的 哪像妳這樣子 妳今天一直攻擊我 到底要幹嘛 妳們兩個 還滿適合一對的耶 對不對 他就是靠實力 為什麼一直要攻擊我啊 那在三大代裡面 妳又找到其中一位在 我不會看 我就直接放在家裡桌上 是阿公在幫我審查 所以妳現在在重製的工作是什麼 歌手 其實我以前上 其實我除了沒有上過 國光幫忙忙之外 是我遺憾 不是 國光幫忙 康熙來了 我剛剛卡掉 康熙來了 你跟我們講幹嘛 對 等一下 你就跟康熙來了 你就跟康哥講 你幹嘛跟我們講過 不要告訴我們 蛤 瓜裡 瓜裡 你要不要 你去跟康哥講 你有沒有看到我眼 你跟我們講幹嘛 你跟我們講幹嘛 對 你從來一次 對 你從來一次 康熙 你有沒有看到我眼中的問號 對 很問號 我想說 什麼意思是 我沒有 就唯一沒唱過康熙來了 我覺得很厲害 很難過 其他節目 我們總算碰到面了 對 然後你是以歌手的身分 是 來一首 快 蛤 等一下你是已經有 已經有出過專輯嗎 有出 差不多五六張 五六張單曲 單曲單曲 然後是自己創作的嗎 都自己創作 來一首 Body很強的 不要害少人 不行啊 這我現在真的不行 你是不是Jazz風 迷幻 電子迷幻 對 那個空窗很乾 對 空窗很乾 來 讓我們感受一下乾 Body 戴上你的P Body 我今天沒有準備 我現在都拿手了 弄了啦 但是所以說 你要幻想有那個音 你要幻想在那個氛圍裡 你可以戴上你的霹靂眼鏡 對啊 想來上去可能不可能 進行裝火星 兩條飛行線走外軌道 社會是總火煩 I still remember our first day 對你的瞬間 心裡又猜錯 Maybe 心裡又猜錯 Maybe Yeah 她聲音真的很棒耶 不乾 完全不乾 對啊 不乾 瞬間讓我們進入那個感覺 真的有耶 而且 可是現在同學都熟啦 沒有 這真的好聽 對 你是真的好聽 不像後面那個人還 我真的愛你 怎麼可能出專輯啊 好瞎喔 你到底今天怎麼了 他出過專輯 打是請罵是愛 你是不是愛上 我覺得他是 對啊 你幹嘛 我憑不可能 而且我只要跟他同一場 他那一場都會一直在攻擊 不是 因為你說過專輯 確實不太合理 為什麼 他唱歌還 他唱歌還滿好聽的 對啊 可是他越唱越差了 你現在唱一下 好 兩句副歌就好 你看能不能像他讓我們那麼投入 我試試看 迷幻的 他又不是迷幻陸戲的 不是迷幻陸戲 你也要想辦法讓我們投入 你不要管我好不好 我唱我專輯的歌 不要吵 你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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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唱了是不是 好 唱 我好 性格好 別到我夢裡陪我哭 對我好 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 很好聽啊 很好聽 張可元一定只是想聽而已 我沒有想聽 你故意吵他唱 沒有 等一下 我已經轉300塊給你 故意在節目上Cue的沒有 沒有 你愛他就講 真的沒有愛他 你好像 姐提醒你一句話 我真的不會 對 真的 第三位 請問一下妳的名字 跟現在有差嗎 有 我以前也是小開頭 就是叫小Q 小Q妳現在是藝人嗎 我不是 對 我是在網路上有寫文章 作家嗎 他穿著滿O的 對 沒有 像是分享一些美妝保養之類的 或一些生活 我最近是有生小孩 所以變成一個母嬰系列的媽媽 妳剛生了 恭喜 對 我剛生完半年 身材很好 身材有一次 好不像媽媽的身材 對 謝謝 當時登過首頁幾次 你記得嗎 不太記得 也是很多次 應該沒有她們那麼多次 妳也很多次 有嗎 我覺得完全忘記 我覺得她好像最多次 屁咧 有超越小B嗎 沒有吧 我覺得她很多次 因為她是在另一個平台 好像P.C.Hone 抱台還是一樣 對 抱台 那是在無名之前 那時候其實 我們是無名時 那時候就知道她 她等於是另一個世界的前輩 大前輩 她比你更大 對 那她應該年紀更大 大概一歲 一歲而已 就她在另一個地方就已經 有失明度 然後無名也經營得很好 對 所以你們到孫正她為前輩 沒有啦 成敗 就P.C.Hone就寫日記那樣子 就是在上面會講一些無聊故事 然後大家就很喜歡看 所以妳是靠文字來取勝的是不是 我好像比較喜歡寫東西 那妳一定有玩艾小對不對 艾小是愛情國小 沒有 我有玩一個A.I.O A.I.O 謝盒寫在A.I.O 是不是A.I.O A.I.O是什麼東西 A.I.O是交友軟體 然後她也捧出了很多很紅的藝人 那時候有三冠王 謝盒寫 謝盒寫 我那個有的我忘記了 然後愛情國小那時候也是很紅 愛情國小是什麼 她就在那邊 她會寫很多妳抒發自己的心情 然後她就很多人會來看 然後她也會看那個也是流量術 然後也是會比人氣的 所以妳也有寫過愛情國小 一定有 有啊 我那個因為那個不用看人 文筆好就OK 對 可是李維鋒剛剛跟我說 她說 她用我離A.I.O 約女生出去 我跟你講 A.I.O其實就是 親近的交友我們 不是她就最早期的約炮平台 對 然後她說還要付錢 妳要付錢 是這樣子 因為A.I.O那個時候剛新起 然後我剛剛跟她分享是說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在錄影你們兩個在分享 沒有錄影前 妳這樣這樣我就打妳巴掌 蛤 妳會打女人 妳會打女人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妳少去打女人 我跟妳講 妳少去打女人 妳這樣子打女人 不可以 好 OK 妳怎麼可以打甜點 不可以 那妳被打的工場 不可以開她玩這種玩笑 OK OK 對不起 來聊一下A.I.O 就是因為其實A.I.O上面 都是不認識的人 最早期的網劇 然後那時候就有男同學說 我們去認識新女生 因為以前 認識女生不像現在 妳交換的一些方式或什麼 所以比如說 我們就很好奇想說 我可以認識新女生 我們就三個男生去了 結果去了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來的 沒有多少女生 然後都是男的 當時是想要獲得什麼 那個時候只是覺得是好奇 又是個新的 好奇 就是想要帶女生 騎車載她們去 一定有想要套婚權 或是女生研移 或是我們就出去玩 因為那時候 妳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剛滿18歲 就一定想要跟她 她們有性感 妳連棒都把她收回來 我聽到了 收很快 有 我有聽到 收了倉儲 我覺得 對 沒有錯 就是這樣 收了倉儲 這樣可以吧 可以 做人就要誠實 沒錯 小Q 生過一個小孩的小Q 沒錯 我們來看妳現在 好 3 2 1 請拿 超正的 超漂亮 超可愛 超像媽媽的 妳現在叫什麼 我現在就叫我的本名 妳拍得凶 我姓胡 胡怡霏 我們有一起拍過一個單元 還拍這個 妳還沒什麼禮貌 沒有上一個店 潮流衣服的店在東區 妳就忘記人家 妳可能忘了 我記得 那講到了 妳當時合作的心情 我那個時候其實一看到她 我就很喜歡 妳根本就是忘記人家 要我講 要我講出來嗎 妳說 妳說 她有跟你 妳說 那一集就是 那個一樓是賣衣服 樓下賣包包 人家沒有說 你說店面的那個 妳看 然後等一下她有跟你留LINE 或是什麼 沒有 是我有加她 可是她都沒有回應我 我沒有注意到 我沒有注意到 她本事太多了 沒有 你會不會覺得說 她就是一個明星有大頭症 有可能 覺得媽媽了 也還好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那天合作是愉快的吧 還OK 妳好像故意一直在撩我吧 我跟妳講 節目效果 那個白 怎麼撩妳 她怎麼撩妳 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們家一飛 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會勾著 然後在那邊耍耍耍之類的 就是被妳看在眼裡是不是 之類的 所以妳算丟臉嗎 我們後來就覺得她應該就是 這樣子的人吧 她就是這樣 她就是這樣子的人 她就是這樣子的人 妳看她現在氣色有多差 就是因為太愛撩妹 OK好 現在她兩位 比基尼 妳是不是很在意那位 把胸部放在桌上的 而且還在規格桌那個姿勢 他還有什麼意思 可是妳現在看她的穿著 是不是有點像 對 感覺蠻和蔼的這個人 對 不想不覺得 就覺得她好像已經改過 好像路差有點大 改過自新了 我覺得我還蠻想看她的 因為當時的 把胸部放在桌上的女生 現在竟然全身 黑包得緊緊的 對 到底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對 沒有其實我那個時候 也是全身黑 只是剛好拍照這天 穿比較小 所以妳當時真的是有把 用手把它放到上面嗎 沒有 她高度剛好 就剛好放上去 那妳什麼心態 拍這張照片 把胸部放在這邊 然後手更換 好 她的構圖 構圖怎麼來的 就是那時候還準備考試 所以很無聊 準備考試很無聊 還可以做這樣事情 這張照片應該有讓妳 上首頁吧 應該有吧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也很多年了 那妳現在幾歲 我現在40 40 所以這張照片是幾年前 這個時候我年紀就蠻大了 我已經大學畢業了 好 大綠 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請妳拿她照片 好 3 2 1 請拿 臉還是可愛的啊 何宇文嗎 不可能是40 不可能 那好像孩童喔 寶貝貝 她是何宇文的臉吧 那妳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我是文字工作者 就是寫一些劇本啊 或者是 是劇本啊 是劇本 妳的劇本有真的拍成電影嗎 就是都 我多半都是跟對岸合作 然後學網大 然後就當你是劇 就唯一能拿出來說嘴 就是有幫徐克導演寫過一次 很厲害耶 徐克導演 寫什麼 是一個劇情片 所以裡面妳是寫一部分 還是說很多 全部 全部都是妳寫的 妳試走編劇 好厲害喔 也是在這個書桌前面寫嗎 不是 不是 對 為什麼妳現在感覺 好像沒有東西可以放到桌上 現在也有啊 只是穿鬆一點 妳可以放下照片沒關係 有點害羞 不會啦 如果不是沒穿衣服 那妳現在還敢再做 就比較大尺度的照片嗎 如果有什麼需求的話 就妳要寫劇本前啊 就是 幫妳幫老師說 是個儀式很煩躁 哎呦 如果妳突然想不出題材 妳會這樣子嗎 再繼續這樣子嗎 欸妳很不適合做這個 就整天都帶著恨意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 我很善良 所以妳上過首頁幾次 其實我應該沒有上過很多次 因為都是以前朋友會截圖給我 就說妳上首頁了這樣 所以前面三位是比妳紅很多是不是 一定是啊 因為我平常也是寫 就是網誌比較多 我的照片是小 對 所以我沒什麼備份 那妳無名會配音樂嗎 蛤 有啊以前 無名有 無名就配音樂了啊 那個是要有一個那個 反正它會廣 對 對 它網址複製然後音樂 然後可以貼上去 對 妳們以前都附什麼音樂 HIPHOP 妳以前就附HIPHOP 要看什麼文章 所以妳們是會配音樂 對啊 如果妳其實心情很大 妳當然放上心的音樂 那還滿中二的 對啊 那妳們以前那個 妳被罵了 就是相簿講照片的時候 會不會在那個 集資通的線動說相簿增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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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都說過是不是 我一直PO 也沒有人來看我 對啊 相簿增網誌更新 那妳有搭配音樂嗎 一定要的啊 你配什麼音樂 五月天的啊 對啊 哪一首 一定要的啊 而且它那個滑鼠的箭頭 還可以自己變成那個很可愛的 對 背景 對背景感 好不想承認 但這件事情都聽過 好煩 好 那最後一位囉 哇 請問你上過首頁幾次 她一直都在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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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這張照片對不對 就這張照片 看美啊 一直都在首頁 都在首頁 這張照片超過小B喔 有兩年之久嗎 她從無名的開戰到結束 我都在 哇 為什麼 那無名是妳家開的是不是 對 我想說是妳自己有編輯 其實我是從在無名之前 有個Type A Link 然後那時候就有在玩 然後就有上蠻多PTT的表特版 然後後來無名是因為一些 交大的學生開了一個無名 那時候就有人說 妳要不要去 因為都知道我在Type A Link 其實人氣也還蠻旺的 就說那妳要不要搬過去 無名試試看看 所以那時候其實無名剛開始 我就在開始玩 玩到無名結束 可是我要跟杜妍說 她還要那種去網咖下載 上萬張照片太累 我那時候是整個就是 有一個案件 她可以直接幫妳 全部搬到PK吧 哇 所以我是無名所有的相簿 跟人 包括人氣值 通通都搬過去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本身是個工程師是不是 我覺得 不是 他有一個那個 你是不是掌控了無名 跟什麼 What ever的那個幕後組那個 沒有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你現在的真面目了 好的 好 翠瑞 3 2 1 請拿 這個好幹練喔 對啊 你很像那種主管階級的那個 對 面試官 很幹練 跟無名無關咧 你已經 這個其實也是工作照啦 那時候就是幫雜誌拍旅遊單位 你現在這種幹練的感覺 是從何而來啊 當了媽媽之後啊 就比較不會穿比基尼 還是新間帶露奶啊 可是妳知道 這個露奶是那種少女妹妹時候耶 那個時候幾歲啊 這邊這時候這個 大概才20吧 還會在路上被路人認出來 還會 還會 她會記得妳是無名小站 她會記得 她會叫妳那個QT 她會叫我Cherry 還蠻多會叫我Cherry 其實我有一個 之前我還在無名當紅的時候 我曾經被哈哥 就是哈小瑤 哈哥就是 打阿線嗎 對 打阿線 不是吧 她就打阿線 我是那時候她還在打籃球 不可 然後還是 然後我就是 因為我就是一個 就是臉盲 然後再加上就是 我是一個就是比較 比較怕尷尬的人 我就你好 然後就謝謝 我就沒話 講了 她在什麼場合 去跟妳打賽 我記得好像是在Sogo的 電伏梯上 電伏梯 電伏梯 是妳 是妳往下她往上 然後我先摸妳手 沒有沒有沒有 什麼滿超酷的 就是妳會會拍 就是就是常常 其實她是拍妳 然後說妳是不是Cherry 好像是 可是那可能那也是 十幾年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 哇塞 氣力很好 對 教育你竟然 哇 老師她一直在注意她 對啊 Cherry 沒有因為真的那種手 其實會有影響 就是那個時候 而且那時候我的手 也因為一直在滿前面 就是那好像是 那時候無名第一個破兩千萬 哇 真的兩千萬 人氣很高 所以如果這樣講起來的話 妳是五位當中最厲害的吧 人氣最高的 所以因為我從頭到尾都在 而且妳還被哈孝遠搭訕過 她真的沒有什麼 好像拿什麼驕傲 不過妳說出來 對 不過她們是當時 無名小戰最紅的五個女生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還是一樣漂亮 對啊都保持得很好 雖然有不同的風運 但是都還是漂亮 所以怎麼做到的 為什麼已經十年了 都還是這麼漂亮 我覺得很難耶 像我覺得 像我們當媽媽之後 代謝什麼的 變超慢 變超差 而且我覺得媽媽最主要 一整天餓四小時 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的時候 就是小孩睡的時候 我覺得媽媽熬的不是 也熬的是自由 就她們去睡覺之後 我覺得不管再怎麼 就是不餓啊 或是什麼的 一定要吃消炎 一定要喝紅酒 一定要喝紅酒 自己很厲害 對啊 狂看韓劇看到已經瞎掉了 對 看到就是累死 就也甘願 所以我覺得當這個 就是一直在循環的時候 然後工作壓力又很大 妳就會沒辦法 就真的像維持以前的體態 就是現在的通病 余小姐妳是營養師吧 我是營養師 所以妳應該有什麼好方法 就是真的很多人的肥 都是冤枉肥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 為什麼會這麼容易身材變形 其實很多都是因為 壓力大 真的 壓力大 然後亂吃 像剛剛馬菲一直講的 這個其實是大部分人的通病 而且其實我們就發現 很多女生看起來不胖 可是其實體脂肪超高 就是我們俗稱的 對 沒錯 而且通常這種類型的人 他的內臟脂肪都超高 而且他有可能就是 有很多健檢上面的紅字 所以我在這邊 要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其實 如果妳要維持好的體態跟健康 其實是妳要吃對食物 而且是要真正減掉脂肪 體脂肪 內臟脂肪跟鞋脂肪 減下來才是真正的健康 譬如說像我們白天工作很忙 或者是譬如說錄影一整天 妳可能都沒有肚子餓的感覺 對 可是一收工回到家 好餓 好想喝酒 好想喝酒 而且就配點什麼 對 因為我平常是不喝酒的人 然後我突然間有一天回到家的時候 我竟然默默打開冰箱 拿了一瓶啤酒 然後自己這樣喝完之後就 很放鬆 超放鬆 後來我發現很多時候 我們吃東西根本不是吃食物 妳吃的是想放鬆 而且這時候 對 真的 而且這時候妳想吃的 絕對不是什麼很健康的花椰菜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鹽酥雞 鹽酥雞 超辣 超辣 蜜皮 我自己一定要吃 每個晚上我一定要吃 七百塊到一千塊的鹹酥雞 一個人 每一個人 每一天 減那妳很有錢 不是妳要點到多少份 對啊 今年其實就有控制下來 可是去年我覺得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一個人可以吃七百到一千塊 這照片不會是妳吧 那個是我去年的時候 拍電影的照片 妳還拍電影喔 對 妳幹嘛 什麼訪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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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拿假照片 別人的合照 也來上節目啊 妳把妳給我帶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可是 很興奮 他是興奮 OK 可是那時候的體態對 我覺得體態是有差 手臂好像就是有差很多 對 我那時候就想說不行 因為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好好的找出 真正的方法 那時候我就想說 就是從你上面改善 像譬如說什麼 先吃菜啊 再吃肉啊 再吃飯 這個真的超有效 真的嗎 因為妳最後就吃不下飯了 其實這樣真的可以吃到非常非常飽 然後我再搭配 我找到的一些小法寶 小法寶 什麼小法寶 妳要告訴我們嗎 對 我可以告訴妳 要請他們進來嗎 要 歡迎 歡迎 就是他我的懶人法寶 小閃電 小閃電 很厲害的名字吧 它其實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萃取 叫做海藻萃取 對 海藻萃取 它裡面有從昆布跟海帶萃取出來的 1000倍的精華 你就想像說你一天要吃 1公斤的海帶在裡面 海帶跟海菜 因為其實有蔬菜的話 它是可以幫助妳的體內做代謝的 像我們為什麼都要先吃蔬菜就是這樣 像他剛剛講裡面這個成分就是昆布海帶 其實海帶裡面有一個成分它很棒 就是它可以穩定跟平衡我們的血糖 我們大部分人其實吃飯速度都很快 其實正常營養學來看 我們吃一餐大概要20分鐘到30分鐘 可是有時候工作一忙 你可能5分鐘10分鐘就把一個便當吃完了 可是這個時候你的飽足感還沒上來 你可能就會吃過量 讓你吃東西速度變慢一點點 而且比較不容易會吃過量 而且我們就發現說 你如果吃飯速度很快的 很容易這一圈 這一圈很容易囤積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少吃一點點 可能小一點點 可是你只要再多吃一點 怎麼又比本來更大了 所以就會一直這樣反覆 我覺得其實有進就要有出 尤其是我們就是在體重控管的時候 所以當這個東西它其實裡面有一個 來自日本的專利纖維 這個東西像我們平常出國 或是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女生最怕的就是排便不順暢 對 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很痛苦 對 生很容易 然後就馬桶不好吃 尤其是在國外 因為我常常出國工作需要 所以出國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你就覺得真的 我一定要去吃個蔬菜 可是蔬菜又很難找的時候 這時候吃了它其實是可以幫助你 就是排便 就是順暢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沒有一整圈 都是可以稍微變小 像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上禮拜去澳洲 結果我是大吃大喝的那種 可是我回來 我的體態就是還是一樣 跟出國前是一樣 就是因為搭配這個 對 我就一定會把它帶出國 都會跟在我包包裡面 我覺得生過真的很難 像S姐維持這種好身材 對啊 喝酒很容易這一次 I know I know 好久了 營養師 良心情 但是我就是壓力很大 我有問題 就是像是這樣子的保健 是不是 比如說有些診所開發 會讓我們覺得會比較更安心 對 因為各位一定要注意 真的不能吃萊露不餅的東西 當然 因為我看營養門診很多個案來 他們之前用各種N種方法 他把自己身體都搞壞了 真的 那你身體搞壞之後 你要花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恢復回來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一定要用很健康的方法 而且你一定要確保這個 產品的成分的來源是什麼 然後真的是可以幫助你身體瘦下來 我覺得甜甜可以試試看這個 不是 試試看跟你 不是 試試看這一個 不是 我們這是一個來電五十的節目 是嗎 整集就要儲合我們兩個 你有完沒完 好啦 有人好想吃 好 來 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 我覺得經過十年 十五年 然後我看到大家就是 再有更好的發展 我覺得很棒 你看有很厲害的編劇 然後一樣演員KOL 或是還在做音樂 對 等等之類 我覺得都越來越厲害 真的 恭喜大家 看完小姐不吸力 是不是太不夠過癮呢 那就緊接著看 小姐不藏私吧 給你滿滿的小姐姐宇宙 連結我們就放在留言置頂處 跟我們一起上一件聊天吧 拜拜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